从小到大都只有一个野心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后来我果然迟掉了那种要做办公室的工作 再后来我开始自己创业 做一家产品写作 也录视频 哦对 还有旅居世界 说让我先生一起 也一个人去印度什么的 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在我行动以前 有去征求过他人的意见或是同意 在很长时间以来 我从来没有认可过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毕竟世间那些心里没有发育完善的变态与蠢货们 难道还要分个男女吗 蠢货就是蠢货 我们要抗争的真的是男女对立吗 只要是个普通人 也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 在特定的条件和情况下 我也会变成那个令别人讨厌的人 在我看来 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去抗争的 恐怕还是极其无意识 与自己身上流传的社会性 可能是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认为男性是应该要被推翻的吧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 他对母亲以及作为女儿的我的尊重 给了我极大的自由与勇气 但是这几年来 我竟然开始明白 仅仅因为我幸运了那么一点点 不必去承受被施暴 被压迫 被欺凌 不代表其他女性受的苦 却可以被一个个体经验一笔苟小 我们这个时代说的夸张一点 人人都应该成为女性注意者 毕竟在这几千年父权制度的调教下 人人都有厌女症啊 而我们嘴巴上所说的厌女 其实是对弱者的不屑 还是权力的游戏 但是敌人并不是男人 或者这么说 男人本来也就是这个游戏的受害者之一 敌人并不只是男人 还有女人 还有自己 从精神层面来看 我倒认为受苦的可不只是女人 佛学最根本的智慧 生即是苦 谁也逃不过 男性逃不过 老虎也逃不过 而这个苦 并不是说生活好像总是很艰难一样 不是的 生活里当然也充满了甜 只是 从老科学的角度都看一眼就会发现 生活的本性 基因的人时代嘛 就是要生物不停的感到不满足 你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喜怒 哀乐 恐惧 焦虑 烦躁 无聊 哪怕是愉悦 都是生物为了终极目标 生存与繁衍而设计出来的策略 这个世界是没有平等的 就连那常被成功学拿出来鼓吹的公平的机会 也少得可怜 再加上机遇与运气的加持 人类一直都在不停地试错 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都被那些生在权威上的人给玩弄了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大多数人们变生活在父权制的阴影下 不仅仅是女性遭殃 男性其实也不那么如意 结果就是 一部分如细菌般保留最多动物性的男性 喜爱女性又害怕女性 想要占有又渴望新鲜 傻得可以 如果可以 真希望我们都可以跳出这场嗜血的社会化游戏 我来这个世界 不是为了繁衍后代 这是王小波说的话 我频繁地引用它不是说去反抗生小孩这件事情 而是 我们是否可以看看生小孩的缘由究竟是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繁殖 那整个地球的一切生物都在做这件事情 如果只是为了拥有更好的生育权而活着 例如变得更美 更有权力 更有钱 去玩这一整套社会游戏 那人类自主意识给你也是枉然 生活存在的缘由 就是重复制自身的基因开始的 只是 人性的自省 到省着生活 也有机会去过上一种违背生物基础编码 稍显自由的生活的 重点不是生不生小孩 而是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那么想生小孩呢 当然 丁克也不是完美的自由哦 我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 而是来看花怎么开 水怎么流 太阳怎么升起 夕阳何时落下 我活在世上 无非想要明白一些道理 遇见些有趣的事 生命是一场偶然 我在其中寻找因果